为了要追思和怀念旅居洛杉矶的国宝及台湾作曲家肖泰然 美国加州立岸的肖泰然基金会 特别邀请到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首度来到美国 在8月9号周四晚上的7点钟 要在迪士尼音乐厅举办2018年肖泰然音乐节演奏会 感谢肖泰然一生对台湾音乐创作和教育 多年来的无私奉献 这位国际知名的钢琴家 台美人钢琴家陈玉香 他要跟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来合作演出肖泰然的钢琴协奏曲 肖泰然的音乐当然它是一个很有指标性的代表性 可以说是台美人整个的一些内涵 还有台湾的精神 以及台湾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台湾元素 包括台湾民谣的音乐的内涵一起融入 用它非常艺术家的创造力 用最经典的西方音乐的形式来呈现 活动不知缅怀被誉为台湾拉赫曼尼诺夫 最后的浪漫主义钢琴诗人肖泰然大师 演出团队更首次结合旅美乐团新秀 陈美安指挥 国际钢琴家陈玉香 歌剧女高音陈丽禅 以及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和南加州台美人216人 组成的合唱团来完美演绎出肖泰然的经典作品 包括美丽的国度1947序曲 演出所有银鱼还将全数捐出给美国肖泰然基金会 支持永续举办音乐节活动 东西文为宽用至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